股票英语 Stock Share是一种有价证券 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发给投资者作为公司资本部分所有权的凭证 成为股东以此获得股息 鼓励 并分享公司成长或交易市场波动带来的利润 但也要共同承担公司运作错误所带来的风险 股票制度起源 由于学术界对股份公司的定义存在不同解读 因此股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最早于何时出现存在争议 有文献记载大约在1250年 当时法国图卢兹的一家公司Bedico Milling Company以公司盈利能力作为股票的交易价格 在公开市场上买卖了96份公司的股票 此外瑞典的一家矿业公司Store 则记载公司以1%的股份作为交易 从一位主教手中换得了一个同矿矿山的生产权 而这一事件发生于1289年之前 在更加确切的历史记载中 英国的第一家股份公司 也是后世最知名的股份公司 是由英格兰人建立的东印度公司 1600年12月31日 英王伊丽莎白伊氏授予其皇家特许状 将在印度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特权利交由东印度公司 这使得东印度公司和他建立的子公司 完全垄断了东印度群岛地区的贸易15年 并由于皇家特许状赋予其的政治 均是职能权利 东印度公司逐渐从商贸公司转型为印度地区的统治实体 直至公司解散 此后不久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交易 其实1602年 美洲建立的最早的股份公司则是弗吉尼亚州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 其实1606年 股份制公司在大航海时代的涌现 与欧洲人早期英国人从事的近东地区商品贸易有关 航海家在当地从事胡椒、印花布等的商品交易 同时承受着海上旅行的各种风险 股份公司为航海家们提供了较之于政府特许企业 监管或行业协会主导更加行之有效的组织结构来分散风险 在这个时期 可转上的股票往往能够带来正的股本回报 如投资者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权投资 股份公司通常以现金的形式支付股息 将远洋行型的盈余按股票份额的多少分配给公司股东 当公司的营运资本过低 以致会对公司的存需产生决定性影响时 公司会以出售剩余存货的方式筹集股息 或者推迟股息的发放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股份公司已经具备了近代公司的一些特征 但法人组织的特点还仅在持有皇家特许状成立的公司中可以寻建 其建立的初衷往往是来自政府出于其私利而对公司采取的保护措施 英国工业革命后 资本的快速积累与扩张 使得企业组织的数量和形式都有了突破 大量商业组织选择采用自制组织 或者扩大了的合伙制作为企业的组织形式 这种形式使得企业拥有大量成员 但其个体的稳定性并不高 多数成员通常在短暂的时间后便退出了企业 因此企业组织的形式总是不稳定的 作为改善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举措 英国颁布了1844年股份公司法 旨在为注册公司和法人组织提供一般化的 不受某些特别条款限制的公司提供法律依据 起初依照该法案组织的公司并不是有限责任公司 但是大多数公司都会在其内部章程中 著名股东有限责任的条款 修正后的1856年股份公司法 为所有股份公司提供了成文的有限责任条款 其中一条要求公司在其名称中必须加入有限字样 据此成立的Sellerman of Selerman & Co. L-I-M-I-T-E-D 成为第一家明确有限责任合法人组织的公司实体 股份公司只有两个或以上个体持有公司股票份额的企业组织形式 在股份公司的形式下 股份是企业组织、公司、合伙制企业的所有权凭证 股份公司通过公开、非公开的方式发行股票 通过经营、投资、财务融资等方式创造利润回报股东 而股东则可以出售手中股票 将代表自己对公司所有权的利益转上给其他人 近现代各国公司法都对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进行了界定 在法律学视角下 股份公司由于其法律定义和组织形式的特点 往往和法人组织有限责任属于同一词 因此股份公司基本上是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存在 但在一些法律上没有界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地区 股份公司也可以以无限责任公司的方式注册 但在美国 无限责任公司依旧可以被称视为股份公司的一种 美国的类似于汉语界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被称为Corporation 这种公司不需要是股份制的 比如可以是互助公司Mutual Company 但是大多大型公司都是股份制的 美国的公司法是有50州的地方法律认可 虽然各个州有其次级的法律 很多项目如买卖法和合同法 被美国国家州级法律统一委员会发布的统一商法典统一化 美国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时代 在整个1920年代 农产品价格不断降低 工业利润大幅增长 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场繁荣 这波经济成长还被信贷上升和股票市场的兴盛推波助澜 终于股市在1929年10月大崩盘 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股票经济史上著名的经济大萧条 为了复苏经济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政府1933年上任后 开始奉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而实行新政 大幅增加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然而新政却没有完全生效 美国经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彻底复苏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 美国加入反法西斯同盟以对抗轴心国 接下来的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代价最高昂的一场战争 然而前线战争的需求为大后方创造的大量工作机会 以及军工产业带动的生产复苏 使美国经济完全走出大恐慌的阴霾 美国妇女也因此大规模踏入工作职场 股票市场应与stock market 指股票发行、买卖、交易的市场 是证券市场的一部分 1602年 荷兰人开始在阿姆斯特河桥上买卖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 这是全世界第一只公开交易的股票 而阿姆斯特河大桥则是世界最早的股票交易所 在那里挤满了等着与股票经纪人交易的投资人 甚至需要警察来维持秩序 美国三大股票市场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纳斯达克100指数 标准普尔500指数 视频中展示的都是美国近代各个近期的 纸质雕刻版印刷的股票交易凭证 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是这个时代美国各家股份公司历史证物 如果您证为我们的内容 侵犯了您的版权 请告诉我们 我们将予以立即移除 感谢您对我们传播公平、公正、正义理念的支持 Email GACKYMOK1963 GMAIL.COM 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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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